根據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顯示 加愛式面積為60平方公里 總共配有215台AED 自動體外心臟電極聚散劑 密度高需全台指管 倘若民眾失去意識或呼吸心跳 就可以使用AED進行緊急救護 拯救寶貴的生命 所以在民國103年開始 我們大家意識大概就是 編了128台的一個AED 然後放在84個里 以及我們的國中小 還有派出所等等這些 還有一些公家單位 那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說 每一個里都有AED 然後如果當里民有事情的時候 這個AED可以在最前面 能夠花費一些作用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在購買AED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放在 即使是衛福部沒有要求 我們要買 可是我們還是把它 就是購置之後 放在這些民眾 常常去的國中小的地方 將於是為AED密度最高的城市 然而設置機構除了全天開放的部分公家機關 民營的私人場所也是不少的設置地點 此外 AED多位於室內 當機構沒開放進入時 民眾取用AED將受到阻礙 開放時間來講就是以我們的營業時間為主 對 那基本上如果營業時間打烊的話 就可能一般人可能就有可能拿不到 因為畢竟這個器材的價格比較昂貴 對 所以我們是以租借的方式去拿 所以會比較 就是 儀式的話我們這邊也要做賠償 對 所以都是以店家去保管 就是營業時間結束就是我們要自己保管這樣 你要拿到這個東西其實也在外面的話 除非他們是有開放的 不然可能就拿不到 因為在法規裡面沒有規範說一定要24小時 所以呢就是 一 這個單位他們可以負荷的時間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硬性要求 因為我們嘉義士那個面積還算比較小 然後我們的那個消防局19那個部分 他們大概也是全國數一數二 最快達到達到那個場域的 所以大概平均大概都是4分鐘就會到現場 然後呢再加上嘉義士的醫療資源又非常的豐盛 我們有400多家醫療院所有12家醫院 所以他們送到急救責任醫院時間 平均來講都不會超過10分鐘 一般來講他們會設置AED 一般來講就會想要說用AED救人 可是你說法規規範 他一定要拿出來救人嗎 其實沒有這樣的法規規範 王豐文表示 AED只是應急的急救設備 部分機構也屬於一次發行設置 重要的是依正確通報流程請求專業資源 熟悉緊急救護的知識 才能在需要的時刻守護他人 中正醫報 王耀玲 洪佳良 詹愛事報導